大波 明星期五 王岐 杨清明 赖维佐 台北报道 刚刚看到的是连胜文从家门口出来的样子 因为这是他枪击之够的首度公开露面 所以吸引了大批的媒体 有很多媒体今天早上也在台大医院地下停车场来守候 希望能够拍摄到连胜文的坐车 但是却遭到了台大医院公关主任的驱赶 双方还发生了口角推挤的冲突 台大医院的公关主任不但高声斥责媒体 还一度出手推及了记者的摄影机 我们看到在现场的状况 台大医院的公关市主任是不断的驱赶摄影记者 并且也要求在旁边的驱卫警 要立刻请求警力的支援 由于连胜文遭到了枪击之够首度公开露面 所以各家的媒体是一早就守候在台大医院地下停车场 一看到连胜文的坐车纷纷上前拍摄 这让台大医院的公关很生气 所以才引发了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场口角冲突 波连胜文出面不止媒体记者关注 很大